哎呀 美不美? 看過這樣的檸檬紅茶味 這是茶錯落的檸檬紅茶 檸檬是選擇安岳 安岳原來有檸檬之都的稱號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安岳出產很多檸檬 佔了全中國檸檬的80%佔有率 它的檸檬很小 但是千萬不要看少它 因為裡面有很多檸檬的檸檬 開了它 哇 很清新的檸檬味 很香 一聞很提神 很清晰 這樣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 剛剛一個星期 因為它應該沖了 就可以沖了一整天 好了 我們先做個茶 這個檸檬茶 用七八十度的水溫 裡面的紅茶也吸收了檸檬的味道 它的紅茶也是來自雲南的 雲南的紅茶出名的 有田茶之稱 也是在世界上叫做 紅茶貴族之稱 就是在雲南出產的紅茶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個檸檬 將裡面的肉 淘空之後 將紅茶放進去 然後拿出去 天然生曬 讓裡面的紅茶 都吸收了檸檬的日月精 所以很香 好 沖泡的時候 怎樣沖泡呢 整個放進去 然後用七八十度高溫的熱水去沖 其實它可以沖大壺一點 不過這個很小 沒有大壺 攪拌好 是不是很漂亮 色彩很金 很金黃 這一杯很香 這杯是金色的 光銅清了喉嚨 你聽到我的聲音 我都感覺到 我剛才一直都 很彈 因為今天可能配了蛇音 一彈 一彈去 它很濕 它又不是很濃的 它真的有 你喝到檸檬的酸 茶的味道 但是這種香味 咦好 還有它還可以什麼 我拿去冰給我 加冰和加蜜糖都可以 哇 OK 夠了 這個醬